當然在我們金花局、在我們金晋副工業局 金晋副工業局它是預計把大零五千吋以後 這個收集要把這個新材料的循環產業園區 那現在剛剛本期提到民園的污染那麼嚴重 那如果說這一邊我們六個里的我們的百姓都已經千吋 都已經安置好了以後 那接著就是我們要來進駐的就是產業園區 那目前我們有幾個議題 產業園區的一個它的一個產業類 不要再用中文不要再用高文 一定要考得我們先進科技 我們第一來可以帶動整個就業市場 帶動整個高文的經濟 未來的規劃 不要再把一些重孤然的一些 一個石化業再把它牽進來 再牽進來 當初你們也聽到一個訊息 一個遙遠 說什麼高雄後勤五千 那套設備 要全部搬到這個地方來 如果搬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就把台灣聯盟放進去來抗議 一定不可以 不可以給它採 因為後勤五千已經幾年了 三十年了 三十年不來 要拿來這裡生產 結果 問中有中有無可 後勤五千不搬來這裡 不搬來這裡 啊 可是這裡以後的規劃怎麼樣 這個規劃 要朝著我們聽不來 因為目前 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啊 這邊 包括旁邊 這個藍新計畫 是整個反而併在一起 就是這一塊 這塊 這塊 這就是大零五千尊 或比龍千尊的這個部落 這就是以前的藍新計畫 藍新計畫 那整個這個 新材料的循環產業園區 當初高零線 有在投入後 是國際機場在設在這裡 後來 啊 國際機場好像 這個案 開始副總統 我們在想說 目的太小還是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 這塊 現在他要在規劃過 一定要朝著低汙來 我們可以帶動我們的經濟面 所以在這裡 我們請我們的進化局長 在開會的時候 一定要嚴格把關 那目前 這一邊的面積是 301.2公斤 301.2公斤 他目前的進度怎麼樣 來請局長來問他 來 議長說什麼 助理長 謝謝王耀議員的關心 這個大零股的 整個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 上一次 目前是在辦理這個 謙生的調查作業 上一次行政院在4月17號開會 原則支持 但是還是沒有同意合備 那主要是要求經濟部 現在針對這個 後面的財務規劃 跟計畫的發展行程 再做一些談論 那至於有關於這一塊 新材料產業園區 未來進駐 因為他是以循環產業的概念來進駐 所以希望能夠把所有的廢氣物降到最低 就A產的廢料變成B產的原料 我們要用這樣的概念來做 那要是一個新設的園區 所以我們對於裡面的一些環保的要求 跟在製程上的線上監測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要強力要求 要做到它的環保標準 可以夠做比以往做得更好 所以循環產業延期的概念就是 有一些人員的再利用 是 好像說蒸氣 是 或者是一些熱能 它可以再來回收 讓其他的工廠需要的 它來做 等於賣給它 就是這樣再利用 對 那這樣可是我們也要看它的產業鏈 是 如果是屬於高屋產 甚至說有一些燒炭 有一些什麼 類似那個 台電 台電有一些是 它是燒煤 藍煤 藍煤 藍煤當然不會帶一些工廊 工廊 以及它的利用性的排放 這些我們還有沒有法官 不是經濟部 我們可以幫你撒聲 我們就撒聲 我們就撒聲 目前這個 油頂已經沒有了 油頂專業 油頂沒有了吧 它現在是規劃在整個 這個 循環產業園區 還有嗎 還有嗎 這個油頂專業園區 目前是 你所了解好像 油頂專業園區沒有 沒有 但是它就是規劃成 新產業園區 所以我們要把這 這310.2公斤 我們朝著未來 看怎麼 怎麼來規劃 當然也是經濟部那一邊 那我們 市政務也都有參與 所以你要監禁 一定要 低污染產業 可以帶動整個未來 我們的 我們的高雄的 一個經濟發展以外 我們要兼顧 空氣體 我們會跟工業局 強烈來要求 希望它在建廠前面的 路源的標準上面 跟未來在製程的使用上面 都要建立比較完整的 一個環保的要求標準 好 請坐 接著 還有 這個是2040年交通部 高雄崗 這個第三崗區的計畫 在週季二企的旁邊 這裡是大臨土建築 新材料宣傳園區 這裡是一個第三崗區 現在這個第三崗區 由於當初交通部 給台灣港部公司 現在未來 那是2040年的一個計畫案 這邊是高質化的材料專區 這裡原先規劃 有一個石化專區 還有一個石化專區 如果石化專區 應該屬於中午黨 所以這些石化專區 再加上這些高質化的金屬專區 到底這一個 這個案子 目前2040年的這個案子 有沒有 會不會再做 因為 這個田海灶路是田海 田到林園的中雲旅港的外 的旁邊 就等於是中雲旅港 這邊 整個田海灶路 從鳳梨斗到這邊 那 未來如果這樣的話 那整個可能會改變到 林園整個的海洋生態 以及中雲旅港 中雲旅港那邊的旅船 那一輩子以後 把這邊的一個 因為整個要田海灶路 整個生態都改變 所以 到此我們這個第三港區 這個計畫 到此的話才要專區 這一點 應該我們副市長 比較了解 來請我們業務市長 這個案子 有一個推動 各位議員 關於第三港區 是當年在經濟部 還有交通部 有這麼一個規劃 到目前為止 連這個 國發會本還沒送 所以事實上 還是在非常出目的階段 這樣嗎 非常出目的階段 但在我們地方的立場 我們要了解 因為我們這邊 現在還是非常非常出目 對 我們有一個八公里 來安線 非常漂亮 你現在做起來 這個有沒有適合 這個一定要考慮 對對對 不是鬧爛 整個2040年 就被還錢 我想 以我們目前的行政效率 我覺得這個機率是很低的 那麼第二個 其實剛初他會這樣考慮 其實有一個重要的想法 是這樣 就是想要把這個 林遠大林這邊的這些 在逆路的這些石化 通通往外回 這樣的話 就是事實上 對於居民的這個收穫品 都會有幫助 然後另外 也是要高速化的進行 大方向是這個樣子 不是這個都還是 還是在很初步的這個規劃下 要把林遠石化工業區 整個往外移 基本上來 往外移 到外移來工業區 對對對 是這樣 如果這個概念就不妥 如果又增設了一個新的石化園區 那不就雪上加霜 是是 沒有錯 好 謝謝阿 所以這個也要請我們韓市長 來 回歸到說千春到底是好不好 千春當然有千多 有千多 這個需求 你說 長期一定 要千春 一定要考慮到什麼 把當地的公安把它做好 不是把大林土那邊 千了以後 那整個大林土地區 那邊的污染有沒有改善 那邊的公安有沒有改善 有沒有確保 這樣比較適合 不是說千春 所以 本期也一直在跟市長 交換一個意見 如果說 大林土未來千春 以後是不是考慮到整個 零年二十四 零年一併千春 因為 現在這個案 也要 也要做一個第三港區的計畫 也要做這個石化園區 所以 千春是到最後的 一道黃線 可是還沒有到千春 一定要把空 一定要把公安 要把它做好 才能夠確保 現在 也請我們 一定來做答案一下 來施展檢查 施展檢查 那這樣 我們通過這一部分 我先請我們環保局員 非常簡單的 要跟藥醫院報告一下 我再來補請 好不好 好 市長 市長 千春 是一個最後的黃線 如果大陸五千元 整個零海工業區 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環保 這樣的工安 也要做好 不是說八千塊之後 你繼續在這個空間 不是這樣 董議長 還有我們一個議員 我想這個千春是長期的規劃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就是說 現在零元地區 還有包括零海地區 這兩個工業區 它的污染相對比較嚴重 我們現在是準備要成立一個專案 就是污染減強專案 這個部分來好好做 有一些重點的一些工廠 我們會好好的希望他們在污染開放的上面能夠檢減好 能逐年檢減下來 好,謝謝區長 那市長,你總理一下 謝謝,我們一直在討論 我跟黃保局在商量就是說 重拳打下去以後,對經濟會被產生影響 但是我們必須要讓民眾感受到高雄的冬季污染 一直在改善 一直在改善 所以在這段時間,黃保局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當然也有一些好的成效 包括冬天,高雄污染太嚴重的時候 我們在台電和我們配合 在火力發電這一塊可以降低機率 那還有這個所有相關的 整個我們環保局的這個 針對污染嚴重的地區 所有該裝的設備 該做的機查工作都不會進行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在這裡要呼籲經濟部 所以說我們關於環境保護的檢查 還有勞動的檢查 有的時候我們感覺 語法好像已經落伍的法面 所以使用我們的環境保護的檢查 跟勞動的檢查 手上沒有意大利器 那實在的演變 能不能夠把這些工業區域 裡面污染的法令 能不能請經濟部 重新來重視與此俱進 修改新的法令法規 讓我們市政府在執行公權力的時候 我們能夠跟得上 這個民眾需要的角度 我們這次接觸之後 我們甚至感覺到 很多法規可能已經跟不上時宜了 所以在這裡也藉著王耀玉議員聽出來 我也鄭重來呼籲向經濟部 來考這些法令法規 關於這個環境部分 能不能夠有所調整 好吧,謝謝